到制定页 到搜索 也还是到分类页 这些都是店铺的一个页面 但是其实我们更重要的是想把这部分买家引入到宝贝页 这样才是让我们店铺完成的一个使命 只有宝贝页才能够让它成交 我希望大家超出差别的误解 就是我首页做的再漂亮 或者我分类页是做的再漂亮 它其实都是我的宝贝页服务的 想买哪一部分宝贝的这些买家带助他想要的宝贝里面去 我现在是扩宝数据的数据名师 也是淘宝数据的营销学院讲师 我觉得旺旺号是扩宝有花 然后是给很多淘宝金冠店铺 扩宝贝页服务 提供过一些数据支援服务 然后也希望大家应该进行交流 好 这部分的目的发展是这个方面 就是第一方面 也就是说首先对这份PPT 所要做的大概要做哪些方面呢 做了一个回顾 然后对店铺本身 朱宏哨现在的店铺 进行了一个现状的分析 朱宏哨 再提出相应的优化方案 然后再对这些整个课程做了一个总结 本身课程时间比较长 大概有50多页 首先店铺现状 这些是店铺常见的四个页面 也就是说首页 分裂页 搜索页 和自定页 大家说为什么没有宝贝页呢 因为宝贝页是我们的中级页面 今天做的就是导向性 导向性就是说怎么从首页 怎么从分裂页 怎么从搜索页 怎么从自定页里面 把这部分的买家引入到宝贝页 所以说包含了这个四个页面的一个分析 然后呢 怎样降低这一页面的一个窍失率和出现率 这是今天重点研究的内容 我不知道 今天的可能难度可能稍微有点高 但大家如果有什么 对我所说的一些明智解释 以及提出的一个新的观点 不是特别清楚的 可以现在就问我 好吧 好 这次事物主要包含四个方面 第一个 第一个找出店铺的问题页面 也就是说找出票失率和出现率最大的一个自定页 活动页 还有产品分裂和店铺收入页 各三个 然后呢 就以上数据做出产品分裂页和店铺收入页的客户导向一情报告 就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做出一个报告 然后呢 就以上的数据的做出产品分裂页 然后做出一个模板的一个策划 就是根据这些问题 然后根据这些问题的根据 然后做出我们改善的一个报告出来 然后再根据这个报告做出一个策划的一个模板出来 然后加选择页面和优质页面进行一个评论 这是一份 这是我们整个店铺流量的一个图片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有很多买家进入我们自己的店铺了 然后接下来他有可能进入到首页 我是首页 他进入到首页了 也有可能他直接进入到宝贝页 宝贝页 然后呢 然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进入首页的这些买家 又有可能进入到宝贝描述页 也有可能通过首页的搜索页 搜索那个框进入到搜索页 或者说通过左侧的那个分类页 然后进入一个分类页的一个模块 进入到分类页 疑惑是通过首页的资金页导航 然后进入到某个框期的一个自定页 它的额栏笔记就是这样 要把它进来之后 直接进入宝贝 要把它进入首页 然后通过首页进入宝贝页 或者进入收入页 或者进入分类页 或者进入自定页 或者进入自定页 然后呢 当然我们冲击是想让它进入到一个宝贝描述页 无论它进入它刚进来的买家 就到了哪个地方 我们的终极目标 都是想让它进入一个宝贝描述页 然后通过宝贝描述页 它就可以进行购物 把这个宝贝加入它的购物车 这是我们所有卖家 最梦无求的事情 情况有时候往往不进人意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房屋插发 会发生什么事情 往往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好 这些买家是进来了 然后进入首页 或者进入宝贝描述页 OK 在它进入首页之后 有买家都已经流失了 因为它进入首页之后 它没有再往下一步 去进行更进一步层次的一个访问 刚才有说爆盘是怎样练成的 这个课件什么时候 在听老师讲 很想听 请你关注一下 那个库宝雨花 就是雨花的课程 就在下一次课程里面 讲述这个课程 今天的这个课程是一个 我再重续一点 可能刚才没有人请的请 可能刚才有很多人在 是这样子的 今天的课程是一个三金贯店 朱鸿哨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它是一个三金贯店 三金贯的一个发动品店 它店铺的数据分析部门 运营策划部门 联合整出来的一个报告 这份报告非常有质量 也是非常幸运 能够分享给大家 当时我也是为他们店铺 提供了一些咨询策划的一个建议 所以说我也有幸得到的这份报告 现在分享给大家 总体来说是可以为大家进行 数据化运营 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思路 好的 回到正题 大家可以看到 进入首页之后 为什么进入首页 比如这一部分买家 进入首页 为什么它会流失呢 而是这个的 就是说假设有1000个人 1000个人 它进入首页之后 它并没有进行一个深层次的访问 有800个人 取出例子 800个人 看到首页之后 并不是你这个首页展示 一点都不是我想要的东西 我立马就走掉了 立马就走掉了 那这一部分就算是流失的 撬失的这种访客 它就算是我们浪费的一个访客 我们再往下看 然后这些买家里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小人 那些就是我们的买家 在进入宝贝描述页的时候 也碰到同样的情况 它也流失了一部分 接下来 看见没有 在首页往宝贝描述页的时候 往搜索页的时候 又走了一部分 在进入分页的时候 又走了一部分 要解决这一部分课程 是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多买家 在这个过程中丢失了 我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让更多的买家进入了 进入了他想要的一个宝贝描述页 OK 首先我们对整个店铺的一个枢纽 首页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好 所以首先做一个概括的分析 2011年10月7号到11月15号 这8天的时间里 首页的跳失率达到27.64% 其实中少它是一家 就是以老客户偏多的这种一个店铺 所以说首页跳失率达到27.64% 我不知道这里面的人 今天来的卖家对跳失率这个概念 你解吗 要不要我再解释一下 请大家回答一下 跳失率明白吗 好 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 对对对对 大部分大部分都是明白的 还是有少部分不明白 刚才也已经大家指示了 也就是说进来直接走的人 就要进行一个有效访问 什么叫有效访问呢 就是他进了这个页面 接下来他又访问了别的页面 这个人我们叫他有效的一个访问 如果他进了这个页面之后 立马就走掉了 我们叫他一个无效的访问 这种无效的访问 占总的访问数的一个多少 总的访客数的一个多少 我们就叫做一个跳失率 好 就是这样解释的 然后呢 这个首页跳失率27.64% 就代表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1000个人进来之后 有276个人 没有进行一个有效访问 直接离开了 其实这在发装品店铺里 是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了 因为就我对行业数据的了解 因为已经了解了很多一个行业数据 我能知道这个首页跳失率 大概是在40%左右 40%左右对于发装品行业来说 都算是很正常的 有的能高达50%到60% 所以说就能内功 以及你的老客户的赞品 以及本身品牌形容的一个塑造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往下面 在这个7号到15号 10月7号不是8天 我刚才说错了 在10月7号到11月15号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可以看到 最高的时候 最高的首页跳失率是30.09% 然后最低的时候是24.13 然后在这个时间带里 首页的平均停留时间是137.05秒 我一定要跟大家明确一下 其实单个对于整体店铺来说 对于店铺整体店铺来说 你的停留时间是越长越好 但是对于某一个单个页面 比如说像首页分类页这样的页面来讲 并不是说你的停留时间越长越好 你这样是已经增加了 你跟买家的一个选择的成本 是吧 我本来想在你店铺里挑选一样东西 结果你展示的五花八门 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想要哪一个 对吧 你就增加了我这样的一个成本 所以说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看 他的首页平均时间 停留时间是137.05秒 其实是偏高了一点 然后他顶部搜索方 你们可以看到 顶部搜索方 点击硕是 五万多 然后占总点击硕的 百分之四点五三 大家也去看这个数字很惊讶 其实不用惊讶 毕竟他是三进关键的 也不是线的 我们只是以一个 数据分析的角度来理解他就好了 也就是说他顶部搜索方 有五万多个人在这里面进行搜索 占总的一个点击硕的百分之四点三五 好 我们看看页面导航 也就是说 就是首页下面那个导航栏 导航 点击硕达到五万六千多 也算准备那个比例是百分之四点击 也就是说首页 所有产品追求活动这一块 好 分类页 分类页只占点击硕的百分之一点五一 好 由以上这些数据 我们得出一些什么样的结论呢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首先 部客选择成本过高 这也是得出的一个结论 就是说我的首页的一个停留时间太长了 有很多买家进来想选择我想要买的东西 结果他花费太长的时间 由于部门客户 他可能就 就不能够再忍耐这种 找不到自己 找不到自己想要的这种东西的一个 一个等待嘛 然后他就会离开 这是造成跳失率很高的一部分原因 虽然他的跳失率也很好 当然经意求经理忙 第二个 部客关注的优惠信息 没有明确的体现 其实所有的买家进入店铺之后 他可能最关注的两个 两个信息 第一个就是他想要的宝贝 第二个就是你店内的一个优惠的信息 所以说优惠的信息呢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摆放在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位置上 比较明显的一个位置上 最好让买家在 在进入店铺之后 马上就可以看到你店铺 所要展示的一个优惠信息 有很多店铺会像这样 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首页没有展示任何他店铺 现在在搞了一个大型出销活动 但是却深入到宝贝业的时候 才展示出来 这样就会 这样就会让很多买家 不知道 根本就不知道 如果他可能已经知道 你的这个出销信息的话 他可能会留下来 或者进行购买 但他不知道的话 他以为店铺和平常一样 并没有什么特别 今天没有搞什么活动 所以他就会理解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 然后 首页部分产品缺乏 吸引资源的浪费 这从哪里得出来呢 得出来一个简单的 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一部分宝贝 因为他们的那个店铺的那个点击率是很高的 所以说 但这一部分宝贝的根本就没有点击 这是量子 他的量子的一个装修展示图 热力图 是没有点击的 所以说这一部分宝贝就浪费了一个 浪费了一个点击 然后页面设计过于单调 好 我们接下来看搜索页 这是搜索页 这是全面的搜索页 整个浏览 就是在店内进行搜索之后 整个搜索访问量最高的前50名的一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选了这些前50名这个页面 里面有挑选了十个八个 八个撬失率比较高的这些页面 然后进行一个分解 好 我往下面分析 好 这个页面主要展示的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在我店内进行一个搜索之后 哪个关键词在买家搜索之后 并没有进入宝贝眼 而直接离开 这部分的人到底是哪个关键词 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好 我们法名上也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血基金 大家可以看到吗 血基金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一个撬失率是24% 24% 在全店的排名中 撬失率算是比较高的 这个关键词 撬失率是比较高的 然后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呢 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左边 我要说一下 这左边是一个 书农上自己的店铺 在搜索血基金的时候 所展现的 第一品 这是小野香水家 在搜索血基金的时候 所展示的一个月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什么不同没有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书农上小野家 搜血基金的时候 它的第一品 展示的这样一个关联推荐 并不是跟这个血基金 有多大关系的 这种一个推荐了 但是呢 小野家却是 看见没有 空明亚图的美白神话 血基金 美白肌肤 什么从现在开始之类的 这就是大家第一品的一个对比 但任何地步学习 包括这些三金店也是一样 好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有很多卖家 可能说这些对小卖家 刚才我看到有一个卖家反应 这些对小卖家 可能作用不是特别大 是吧 其实你也可以看见 从这个课程可以看见 任何一个卖家都在跟比较好的一个卖家学习 然后进行一个自我的改正 所以说拿出一个行业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店铺 进行一个解说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从里面学到一点什么 好的 我记住我的课程 然后我们再看 搜索页 搜索了血迹之后 第三层那个对比 我们看到了什么 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可以看见 好 在第三层的时候 就是说搜索页 第三层的时候 朱虹少家 朱虹少家是接下来没有任何展示的 只有这一个搜索 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小野家做的会更加精致一点 更加精致一点 它下面是另外一个专题的推荐 而且包括一个品牌形象的展示 小野版100正品保存 好 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到 刚才说的是搜索关键词 我们再看一下 类目搜索前15名的一个表现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在类目搜索前15名里面 有指甲油 甲油 蜒影 唇膏 BB 然后小样 眼线 粉底液等等 然后在这里面 出电率最高的 分别三个 是指甲油 粉底液 和BB双 为什么他们的出电率会比别的那个类目搜索的出电率要高一点 我们再提一下研究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搜索索加油的时候 它的共搜索了500多个宝贝 那就说明并不是说因为我索加油的那个频率比较少 S是因为可能我自己的展示 或者我自己的导向出了一个问题 这是我需要优势的点 您再看一下 这是搜那个粉底液 粉底液的时候 它的权利宝贝有40多个 然后在搜那个BB双的时候 它的权利有40多个宝贝 然后在搜TS的时候 有R1的宝贝 这里面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 你某一个店铺的 就是某一个品类 如果比较少的话 是对它确实力是有影响 我想这个大家有因子 就是说我举个例子 我在搜什么亚世兰代的时候 你这个店铺里根本就没有 我想要的那个品类 那我当然就会走了 所以说公布自己店铺的品类 是对跳失力 可以起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降低作用 当然这也是根据自己店铺的情况 根据自己店铺的情况 好 这最后一个大家看见没有 在搜索中哨的时候 当然它每个标题 都会带上一个中哨 共有2641个服务条件的商品 因为它所有的商品 都会带上中哨这三个品 当然它的 而且在如果一个买家进店之路 它是中哨 那就说明它已经承认了这个品牌 它的翘速率是相当低的 我们再看一下品牌搜索的前十名 亚世兰代 亚世兰代它的出电率是最低的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深层的研究 发现就是亚世兰代我基本上囊括了所有品类的一个宝贝 但是DHC其实本身的品类是很多的 但是我们并没有拿过进来 当然这跟本身店铺的一个战略也有关系 这一部分就不做具体的一个详细了 好 这里面发现一个非常意外的一个惊喜 好 发现一个意外的惊喜 大家有没有看到 在搜索指甲油的人里面 它的出电率高达20.39% 刚才我已经说了 搜索指甲油的人非常非常多 但是它出电率是高达20.39% 但是搜索甲油的时候却只有5.91% 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非常奇怪的一个现象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好 经过进一步一个详细的一个分解 以及对我们过去店铺的一个 就是执行的一些动作的一个回忆 我们发现 好 可以看到在搜索甲油和搜索指甲油的时候 它的品类是差不多的 可以看到吧 搜索甲油的时候是524的 搜索指甲油的时候是513的 而且它们是完全一样的 并没有存在什么不同的地方 所以甲油和指甲油其实是同一个概念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看见什么 最后一个图的展示 就是说为什么搜索甲油的时候的 出电率会降低这么多呢 因为我们在店铺首页的热门搜索那个栏 那里面有一些文字链 我们带上了甲油这个东西 好 那我们更加已经明确了 就是这一部分的 就是要点我们热门搜索这里面 关键词的这一部分买家 这部分买家 其实是我们店铺的一个老顾客的一个回忽 老客户的一个行为 占了多数 所以说对于店铺老客户来说 它的各项主要都会优秀于一个新客户 因为它的出电率 翘式率 以及转化率 以及克兰价都比新客户要高得多 所以说在我们 这就给我们一个经验 在我们自己做店铺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对我们所有的买家都要照顾得到 而且我们在做一些新品的推荐 或者说在做某一个品类推荐的时候 可以有效的利用这个热门搜索房这一块 就是说老客户 我的老客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我的老客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那我可以在这一块里面 进入一个精细的一个推荐 也就是说我大部分的页面可以留给新客户来找他想要的东西 但是对于老客户的话 我可以利用一些别致的一些点 以及我对这些老客户真正的了解的一些点 然后给他们一个真正的绿色通告 因为对于现在的店铺来讲 对于现在的淘宝整个店铺来讲 是不可能实现这种 就是说新客户进来给他担持你的页面 或者老客户进来 我再给他担持另外的页面 那我们就可以在我们页面上进行一些规桥和细分了 是这样子的 刚才有一个卢探斯在问我出电率和翘势率有什么区别 这两个指标 我刚才解释了一下 其实翘势率是偏向于店外的一些访客进入店铺之后 他直接离开的人座 站上有个总的访客说 就是店外的流量到店内 然后出电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内的这些买家在进行浏览的时候 他从哪个页面出电 然后占着总的这个页的一个总的一个浏览量 我知道这个解释 所以说他本质上其实也没有多大区别 都是同样一个店铺 他自己的设置以及导向性的一个指标 一个好多指标 好 接下来往下 这就是从这里面的意外发现里面 我们可以学到的东西 而且我们从这个搜索页里面 也可以看到 这是可能图片不是特别清晰 本身PVT在这里面就会变得更小一点 我们可以看到搜索 左边这一部分是搜索甲油的一个搜索分布 然后右边是搜索 左边是搜索甲油的一个分布 右边是搜索甲油的一个搜索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15号和29号的时候 就是搜索甲油的人说明显变得很多 这回应我们之前对店铺做过的一些操作我们发现 这部分是因为当时我们是把这个甲油是放在那个店内热州池那里面去了 然后引起的老客户的一个老客户的一个行为 好 接下来还是回到这个问题 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这是对这些搜索关键词 搜索关键词 搜索页进行的一个分裂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出电源从小往大排 大家可以看到这一部分上面这一部分是出电率比较低的这些关键词 然后下面是出电率比较高的这些关键词 我们搜索甲油的时候发现有523个 因为它的出电率是比较低的 然后在搜索面膜的时候它有165一个 然后搜索亚斯兰黛的时候有430 而搜索宝石的时候有436个 在搜索眼影的时候有76个 搜索BB的时候有49个 总之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就是说对于尤其对于中和性比较强的这些店铺 也种类比较丰富的这些店铺 它的品类越是丰富 它店铺的一个容纳客户的能力就是越强 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做店铺的时候 如果我们做某一个品类的话 尽量做全一点 而且要有一个注意的事项就是 我的风格一定要搞第一次 不要全爱 又全爱又买 这样是不行的 因为你店铺的一个客户 它都是有着某种风格意义上的一个标签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店铺所有的宝贝的风格都一致的话 我可能不喜欢这个宝贝 但我可以喜欢下一个 可能可以喜欢别的 因为我就是这种风格 但是如果你的风格非常不一致的话 那我可能错过了这个宝贝 我也不会再想看其他的 OK 好 这些数据是怎么弄到的 我觉得这个课程最重要的是教大家一些 就是数据方面的一个思维模式 你就要进行一个转变 在我们做店铺的时候 无论我们做运营还做推广 因为今天做这个课程也是特导向性的 这一部分 其实还是有关于推广方面的 也有关于运营方面 也有关于就是具体到自动车 赚展然后淘宝课这些部分 这些都需要我们仔细的引发学 如果大家对这一课程比较感兴趣 我以后可以多开一些这些方面的课程 就是怎么来让我们的投入产品 给达到一个最大值 怎么利用数据的监测 以及进行优化 让我们的投入产品 得到一个很大的回报 好的 我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我们对搜索页的问题进行一个整合 刚才我们也说了 因为今天主要是研究4个页面 刚才的首页我回顾一下 我们从首页这些各个指标里面 总结了首页的问题 比如说它的选择成本特别高 分立页并没有标示的很好 活动分析信息并不明显 那我们得到这些问题之后 我们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改进 而且这些都是非常理性的 是通过数据方法得到的 所以说它可以让我们作为一个标准和参考 现在搜索页 我们刚才也已经对它进行一个分解和分析了 接下来我们对搜索页的问题进行一个整合 当然接下来是有在PPJ的后面是有对这些 这些这些页面在进行一个深化的一个模板 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中少和小野的对比 我们看到在进入搜索页后 第一批没有出现产品 这是我这是中少的一个地段 就是说他在搜索血迹金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就是很多买家在进入店铺之后 他看到的第一批 看到的第一批 对他的购买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触境 如果第一批并没有看到他想要的东西 他可能就会直接离开 比如第一批什么意思 就是打开某一个页面之后看到第一批 没有加上滚动的事 进入搜索页后 第一批没有出现产品 因为中少他本人推广的就是他比较那个 比较统一 就是所有的所有的所有的搜索页 他的关联推荐都是那四个宝贝 所以他这也进行了一个调整 现在大家可以进来店铺也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已经进行了一个调整 就是说对于不同的搜索关键词 我要推荐不同的产品 我们一定要认为做这些事情 这样也是我们店铺一个基本功的一个提高 让转发力才是高 这样我们的投入的低 然后再来的转发才会很高 我们也没有什么后顾之余 我们就可以 如果我们店铺内部优化得很好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去做推荷 对啊 无所谓 是吧 我无论投多少钱 反正我店铺找到点不够 是吧 好的 好的 进入搜索页后一屏没有出现产品 第二个第二屏出现的产品与搜索值关系不大 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我可能漏过了一个细节 就是说怎么讲呢 在顾客搜索粉底液的时候 在搜索粉底液的时候 在它展示出来的很多东西却是粉扑 粉扑 就是与粉底液相关 但是并不是粉底液 其实假 举个例子 你要是一个买家 你在搜索粉底液的时候 你肯定是想要粉底液 而是想要粉扑 知道吧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对我们店内的任何一个搜索的关键词 进行的测试 看看这些关键词是不是展示的是买家想要的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第三个产品过少 无法满足顾客需求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假设想要做淘宝上的比较大的一个店铺的话 我们一定要对我们的品类进行一个优化 比较热门的一些品类 我们一定要比较全 而且混合统一 少一点的品类就算了 少一点的品类就算了 然后第四个搜索页涵涵盖化液太广 没有起到定向作用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手上用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可能展示出来的宝贝有几百个 但是其实这几百个里面 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淘宝搜索框 搜索框的上面 它其实是有只搜索框的 对吧 只搜索 就是只类部的 其实对搜索 对于这些非常多的带来非常多的这种 这种搜索关键词 我们可以对它进行进一步的细分 让买家一眼就可以看到他想要的那个宝贝 第五个在出现上述问题后没有吸引顾客 读读店铺的锚点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就是说刚才大家看到松少他的就是在进行搜索关键词 搜索之后 搜索之后 宝贝已经展示出来完了之后 再往下最后一批最后一批也就是第三批 并没有再进行一个关联推进 小儿也是有的 他又可以回到他别的宝贝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己在做店铺的时候 不只是宝贝业要有关联推进 我们的分离业 搜索业 以及店铺的任何页面都要有设置这样的锚点 设置这样的锚点 在他不喜欢我这个页面的时候 可以进行下一个的法案 而不是让他再什么 再去担忧他过多的一个动作 担忧他过多的动作 好的 这个搜索也讲完了 我们现在回到一个分离业 刚才我看到一个两星的买家 说他听了 使劲的听 还没听懂 其实这节课的 那个难度星级大概四个星这样左右 是偏难一点的 刚才亚洲说这样的干货太少了 讲诗以后都讲课 好谢谢 以后会尽量整理出这样 有点内容 这些都是 这些都是一些 其实他并不是很熟练 他是一些实战总结出来经验 而且都已经在店铺里面产生出来效果 大家可以再看一下 因为这个是已经是去年一些去年 总结出来一些东西 所以说 今年很多东西已经落实到中文造家店铺里 而且带来的效果非常不错 非常不错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分离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中文造家 这整个分离业 这是他整个分离业 分离业的一个列表 我们可以看到分离业出电率最高的 就是一个庄前地备隔离 香水 这两个是出电率最高的 达到11.26%跟12.86% 其实他们是想经济求精的 对于这样的数字 其实在整个发工品行业里面 都算是比较好的 非常不错 就是假设你不优化的话 他已经转化率都相当高的了 但是他们是想经济求精的 就是我只是在这里说一下 如果你的店铺能达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相信你的店铺已经非常努力了 好 好 继续 我们可以看到 庄前地备跟隔离香水 这两个关键值 就这两个分离业 它的出电率是最高的 对吧 好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们对这里面再进行一个分解 也就是说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 之后我们一定要参照 比我们做的更好的店铺 同类店铺 然后进行看他是怎么做的 然后我们画模画要照他学 淘宝上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说他这样能做好 那我这样肯定能做的好 然后他也是对到了他自己 对到了自己 对到了自己的一个竞争对手 也就是消业上水 我们可以看到 为什么 刚才我再回到给大家看一下 不要忘记住了 这个是庄前地备隔离 庄前地备隔离这个字 它的分离业的出电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我做了一个实验 在搜索它分离业 就是庄前地备隔离的时候 进行搜索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问题 看见这就是分离业 分离业就是庄前隔离双的 隔离双的这一类型的这种宝贝 它的第一瓶胆子 我们可以看到 对于中党那家店铺的第一瓶 又是这个东西 又是这些四个宝贝 就是说他所有的关联配件 都是一致的 当然他现在已经进行了改进了 我们再看一下小野家的 OK 再进行在搜索隔离的时候 看人家的海报是什么样子的 隔离七五金 每日都做金装魅力 也就是说他每一个分离业 都有单独的海报 单独的宣传 单独的产品 去吸引一个卖家 这是一个多么精致的功夫 我很少店铺能做得到 很少店铺能做得到 这是第一瓶的一个对面 我们再看第二瓶 看第二瓶了 第二瓶就是下面这个东西 然后中少家的第二瓶 其实在第一 在整个第一瓶到第二瓶 没有展示关于隔离的任何东西 刚开始是一个关联对面 后面又是隔离的一些死存力 但是小铁家他不一样 他第一瓶就是一个关于隔离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海报的一个宣传 接下来是对他隔离进行一个top1 top2到top10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一个分裂 我哪样哪样哪样隔离双市我最想推荐给你呢 是我店里卖的最好的正面之宝之类的 然后他就做了这样一个事情 还中少家并没有做 当时并没有做 我们来看再看二瓶对比 大家看见没有 在搜索隔离双的时候 就是不是搜索 点隔离双分类的时候 竟然这里面有一个卸装油 这反而也是产品的一个错误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本身你自己的一个不精致吧 你店里的任何一个东西 最好不要出任何的错误 文字的错误 普遍的错误这种东西 尽量不要没有的 如果你真心想做的好的办法 真心想做的好 我不知道所有的买家在 如果我抱着非常信任的心情 进你家 进你家点了一个隔离的时候 结果看到一个西装油这种东西 我心里怎么想不乱 大家可以模拟一下那种心态吧 我们可以看到 你看人家小野家是这样的 一直到超过8 就是他把所有的隔离双都做了一个分裂 都做了一个分裂 有很多人也许很好奇 对啊 他可能就是我想中少达本店也很好奇 就说那是不是说明我的隔离的品类 就是宝贝的本身 宝贝的那个种类本来就比你少 所以说你可以做这些东西 我没法做呢 大家看到一个有趣的试图 看有没有 他隔离的总共的宝贝 那个硕是44个 44个 小野家是多少 小野家到底有多少隔离双门 小野家其实是39个 也就是说小野家在用39款 关于隔离的这种宝贝 做出了这样一个效果 宝贝做的是这样的效果 当然他自己也进行了一个自行 不然他都不会出这样类似的一个评计出来 对吧 所以他后期进行了一个改成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就是 这就是一个营销的精髓 这就是营销的精髓 这就是我们店铺跟别人店铺差别的一个 实际 什么样子 太美44个宝贝做成这样的效果 跟别人39个宝贝做成这样的效果 那完全不一样 你来再看第三瓶 第三瓶 看小野家的 这也是关于隔离的 看小野家又有一个锚点在这里面 这个锚点是什么样子的 小野100%正经保证 而且他里面关联的这些东西都是非常能 对他店铺起到一个非常醒目的作用 这种宝贝的推荐 宽客 还有欠币 这种类型的一个宝贝 然后他下面有一个活动的推荐 小野2011度最受欢迎发工品免费付这种活动 在这里 但是钟哨他的分辨页的下面却是没有任何东西 准备来说 准备来说 本身小野这里给大家透露一下 小野本身他数据团队是去年就开始搭建的 不是去年 前天就开始搭建的 所以说本身他店铺有这样一个优势吧 小野家的转化率是相当高的 感觉6-8%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这也是跟他自己的基本功是有很大关系的 他也是整个发工品界学习的最小的 好 这就是差距 这两个红圈圈 我们再看浏览量里面 这是总结出来 这就像报告一样的东西 就把所有的东西都先总结出来 我们看一下浏览量 前100里面出现率最低的15倍里面 这几个 当然他做他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他自己心里就会有一个基础 就会有一个基础 我的旺旺号是库宝与花 如果有什么不明的地方 可以联系我的旺旺号 库宝与花 Derry是有一个答疑时间的 不过今天的课程比较长 当然也是非常经典的一些课程 非常经典的课程 你再看浏览量超过100里面 出电率最高的十五个页面 然后对分离页面的页面进行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看见一个什么东西没有 这个一个法国品牌 它的浏览量是4万多 然后出电率是3.27% 然后这个是美国品牌 然后各种各样的都暂停 当然我这里面圈的数字在下面 下面这个对比里面是有作用的 大家先大概看一下这些东西 比如说我对我各个品牌 各个品牌的这种分类里面 它的浏览量和出电力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先记录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指甲油又是这个指甲油了 它的浏览量达到1万多 但是它跳视率高达18.6% 其实这种类型的问题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待会我们会把指甲油这个东西调出来 让大家看一下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这个跳视率比较高的 好 看见没有 其实这样的图片是非常不精致的 其实怎么讲呢 这就是它的第一第一屏 在出电力 那么万这样的一个分类页 它的一个首屏的一个展示是这个样子 它不精致在什么地方呢 整个图片是偏于打乱的 但这里我没有做一个对比 没有一个对比 但是如果你 你不要以你自己的主观去说一样东西的好与坏 我觉得所有的东西都用数据来说话 那如果我的跳视率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就说明它一定有问题 就是说我说它有问题 所以它跳视率再会很高的 然后大家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第一点没有 CG也是做指甲 指甲油的这一块的 好 所有CG的人 其实访客认为有3000多 这下面这一栏里面展示的 但是它的那个出电率呢 却只有10.1% 10.1% 可以看见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没有 也就是说刚才收指甲油的时候 它总的跳视率是18.6% 但是呢 但是收CG这个单独的这种 关于指甲油这种东西的时候 它的跳视率 它的出电率也只有10.1% 这明显要比收整的概括性的东西比较低的多 从这里我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我们就比较 我们现在就可以就是 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结论性的东西 就是对我们店铺有促进作用的这种结论性的东西 在你分类页 在你就是某一个品类比较多的情况下 你尽量进行一个更细致一点类型的一个分类 也就是说好 我比如说指甲油下面 看见没有指甲油 它如果收 如果点指甲油这个分类的话 它的那个出电率高达 加18.6% 但是我给它具体到美国的这种CG 这种东西 CG 就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的话 然后在指甲油里面再做一个细致的分类的话 点这个分类 然后它的出电率就直接降9个百分点 8个百分点 降到10.1% 也就是说 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就是说你要让你的买家用更非常低的成本 在你的店铺里找到他最想要的东西 这样就会造成你店铺整体找到了一个自的起程 当然包括你本货品的本货 你价格的 你第二步所有的方方面面都要有所其进的 这只是说其中一个方面 也就是说你要最低的把宝贝展示在他想要的他的买家面前 好 继续 好 这个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这是同样的一个道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品牌批加 这个品牌 这个也是分类页 它是在美国品牌下面的一个指分类 比如说美国品牌 美国品牌 美国品牌 它的仿佛人次是4万多 然后它的那个出现率是3.35% 然后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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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批加这个分类量 它算是一个指分类了 它的一个出现率也只有3.8%以上 而且它只有四个符合条件的一个商品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分类那个品类越少 你的出现率肯定越高 然后你的那个票市率也会非常非常高 对吧 但是这个也有例外 你看也可以看到 这个分类下面这个指分类下面它只有四个 但是它的出现率觉得非常非常低 就是百分之三点八一这个样子 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我们又得出另外一个结论也就是说 像我已经在美国品牌 它竟然都找到美国品牌 然后它再找批加这个分类 也就是说它已经是非常精准的克服了 然后它找到这种类型的它的出现率就会降到相当低 就会降到相当低 如果你要是不带这个指分类的话 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也就是说它它可能根本就没有被你引入到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它在收入美国品牌的时候 它发现有个70多款 一百一两百款 但是并没有找到批加这个东西 并没有找到批加这个东西 根本就看不到批加 因为批加可能排在很后面很后面 所以说你就浪费了这一部分的满强 所以说我们尽量做一个更加细致的一个系统 当然在充分了解我们满强的一个基础之上 进行这样一个细分与化分是非常的低 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的出现率 可以跳实力提高我们店铺的一个转化 好 继续 今天的课件是不会被下载的 OK 不会查给大家的 大家还是课上好听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对分类页也做一个问题的整合 首先在针对目的性非常明确的顾客 在进入分类页之后 没有给出指向性较强的产品推荐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样子 就是他在搜索隔离的时候 他刚进分类页的时候 没有任何隔离的产品 都是一些关联推荐之类的 而且还不是隔离的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要进行改进 然后电铺产品架构失衡 部分需求量很大的内容产品 确实说像DHC这样子 其实他的产品内容非常非常大的 但是在我们店铺就会偏少 那这个分类它本身就会造成这种不均衡 我们可以在我们店铺资源足够的情况下 去加强这种需求量大 但是我们本身却是资源稀缺的这种 这种内容的一个引进引入 这也上升了产品的这个方面 然后店铺首页分类逻辑 欠逻辑 逻辑复杂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像这样子 其实说他本来日本品牌 然后日本品牌跟他并列的 还有日本资讯厂 日本高市 日本光客这样子 其实这三个分类 不是日本品牌的一部分吗 你这样子的话 就会严重挤占别的一个分类的一个位置 其实首页的位置就这么大 然后焦点的位置又更少 然后缺少关联产品 及民进品牌推荐 是顾客访问增幅大的项目 这个我完全赞成 就是说 我们讲 在我们进行某一个分类页的时候 进行某一个分类页的一个优化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在某一个类别 类别里面 挑选我们宝贝的一个房金产品和爆款产品 然后用它来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吸引买家 然后部分内部产品 从缺乏性也无法满足客户 就像刚才的指甲油一样 其实可以做得更加精致一点 而且可以进行选择性的展示 可以进行选择性的展示 最后一个部分 关于自定语言 我们再看一下 关于自定语的一个分析 对中少的店铺的一个自定语研究 我们首先说 这些顾客通过哪些途径进入这个自定语页面呢 这是它三个自定语的专题 第一个就是一个女人号色 这个自定语 这一部分然后又通过分离页和搜索页 这一部分进入女人号色 这也是女人号色的专题 就是它通过哪些途径进入自定语页面的 有一部分是通过首页的轮波图进去的 有一部分是通过分离页搜索页的log图进去的 还有一部分是通过什么 就是自动车转进过去的 进去的 这个满家 我们做一个对它自定语页做一个对比 自定语页做一个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看到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说女人号色 她的初恋率其实是比较低的 比较低的 低的就说明它有优点在我们学习 然后高的就说明它有问题 然后阿丽真神秀这个页面 其实是最高的 然后借设这个页面 跟那个9月满200天 这个页面 它的初恋率都是相对偏高的 相对偏高的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首先对于介绍来说 它是10月25日到10月18日 从24天 这个数据是放在首页轮波图里 然后女人号色是通过一个老客户的营销 老客户营销 然后短期通知了800个顾客 然后过来访问 然后在首页分裂以及描述页里面 都有它的一个log的引读 好水宝宝 水宝宝是9月13号到10月20号 从37天 手脚分裂以及描述页中的最好进来的一些网客 这个满200天 在阿里真正秀里面 是通过发生品频道资源 以及配合官方悬挂店铺手脚 店铺手脚进来的一些网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回顾一下 看见没有 这里面在我们大家记一个数据 记一个数据 就是说 因为大家会讲课是要用到的 就是女人号色 它的那个出电率是最低的 然后呢 阿里真正秀 跟这个什么换购页面 9月版200-20 以及这个GIS 它的出电率是相对高的 但是后面几部分 因为它所签设的内容不是一致的 但是前面几个 三个 属于介绍 和水宝 和女人号色 这三个专题 它的无论吸引的访客 以及它 展示出来的效果 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差不多的 以及它的店铺本身定位的目的 就是出这个制定页 它的目的 基本上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三个部分 我们将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一个分析 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好吧 我们对这个三个制定页进行一个PK 首先是水宝宝 然后比方女人号色 比方借色 大家记下 还是女人号色 它的出电率是最低的 就是说它是最好的 而借色是比较差的 最差 而水宝宝也是非常好的 比较不错的 我们看一下 首先 水宝宝这个banner 这个banner 它的点击量是最高的 然后高于同期banner 就是它同时放在首页的轮波图里面 它的点击率是最高的 并不是说它放在第一屏 因为它都是放在二三四屏里面上 因为它这里面有几个卖点 因为好的东西 我们都要从里面学东西 对吧 首先这个小孩子 然后再加上这些 就是比较报款的一个推荐 然后再加上一个促销信息的一个发送 所以说任何比较有质量的一点图片 就是出销信息非常强的这种banner 它都是包含这几个几个内容 首先它有一个报款 接下来它有出销信息 第三个它还有一个比较吸引别人的一个 后面的一个称呼 只要你具体的这三点 你的banner的点击率都不会特别低 不会比较高的 我们再看一下 看没 好 这是这三个制定一页 制定一页 这三个制定一页 它的第一屏的一个对比 好 刚才已经说了 第一屏第一屏 这第一个是水宝宝 水宝宝 它是有 它是有报款 有促销 然后还有一些氛围的一个称多 这个小孩子多可爱啊 然后再看一下女人号色 女人号色 它第一屏里面 它传达的是一个概念 概念 概念 颜色感非常强 以及它所传达的印象性非常强 而且它也有产品的展示 看见群生即色这个标题是非常幸运的 非常幸运的 而且它宝贝已经露出来一点了 好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芥瑟 芥瑟它的一个是很差的 芥瑟是很差的 我们也可以看到 它的第一屏 介绍这个制定页 它的第一屏 是没有任何宝贝展示 所以传达不是特别清晰 不知道 到底要展示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内容 对于第二屏 我们再做一个对比 第二屏 水宝宝宝宝宝宝已经开始 重点推进它自己的一个宝贝业 宝贝业 就是我这个制定页 到底是想推哪些宝贝的 已经开始了它的 它的思路了 已经开始它的宝贝的一个推荐 好 女人号色也 女人号色也采用 同样采用这种平补式的这种 穷穷极色 这个专辑下面开始 展示了12款宝贝 但是介绍它又开始掉链子了 可以看到 它在第二屏的时候 也仅仅出现了一款宝贝 而且放在一个不是特别显眼的位置上 已经到了第二屏了 已经到了第二屏了 而对于第三屏 第三屏女人号色犯了一个错误 我们看见没有 就是说它的图片 图片 出现了这种情况 叉叉的这种情况 这没切片切好的一个原因 介绍现在开始 真正的推荐它的宝贝 不过我感觉在第三屏已经算比较迟了 而且它推荐还是同一个类型的一个宝贝 最后一屏 然后水宝宝这里面有一个相应的关联的推荐 都是小孩子用的比较多的 然后下面有两个活动的一个转换 然后女人号色这一部分也是有的 也是有相应的一个关联的推荐 介绍这里 这时候开始重点推荐它的宝贝 已经到了最后一屏了 它开始重点推荐它的宝贝 其实已经是比较迟的了 再往上面看 再往下面看 好 这做了一个重上的一个对比 大家可以看到 看见什么 这就是一个重上对比 介绍它的 它的是 它的是比较 介绍是刚才说的是表现不是特别好的 也就是它产品第几屏出现了一个优异的因素 水宝宝是在第一屏 女人号色是在第二屏 然后它这里面 分为几个纬度来进行一个分解 也就是说 我盖的产品各种是什么样的 其实水宝宝不是特别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 女人号色它的总预是非常多的 然后介绍它的总预也不少 有13个品类 这个质量也包含了13个品类 但它的出现率确实还是比较高 然后活动产品的架构是这样子 然后活动的 就是优惠的力度 我们可以看到 都是中偏大 女人号色当然是要大一点 然后对手屏 然后第几屏 然后是否还有导航 产品的图的大小 页面打开速度 和页面是否有锚点 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个研究 最后得到一个跳试的一个概念 这里我说一些总结性的话语 也就是说 对于你做制定业的时候 尤其在做活动的制定业的时候 你的复盖的产品各种要适当 然后活动的产品架构 活动的产品架构 这个当然是 一般都是要放的比较热销 或者准备要推荐那些宝贝 而活动的优位力度 这个看起来是你的把握 但是有几个方面都要注意 也就是说你首页 一定要开始展示 有这种宝贝的展示 已经有宝贝的展示 哪怕你首页还没有展示到 但是一定要有 已经给它的这种位置 位置的预读了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穷春极色 就是女文豪市这个制定业 这个展现是一样的 它第一批并没有展示宝贝 但是它在下面已经留出了一个影子 也就是说你就穷春极色 这样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个标题 然后把买家引入到宝贝页 好的 然后还有一个产品图片的一个大小 一定要进行一个优化 不要出现 不要出现叉叉这种情况 然后页面打开速度 自己可以进行测试一下 尽量快点 然后页面底部是否有锚点 这个当然建议大家都是有锚点的 即使它对这款宝贝 这一个页面没有任何兴趣 它还是有回到前面 页面的一个 页面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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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转接板 好的 我们就来对这个 刚才说的这个介绍 介绍它的触电率不是很高吗 而且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它是在第一屏第二屏第三屏 直到第三屏才开始真正的展示宝贝 是吧 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点击数的一个分类分解 可以看到 其实第一屏它的点击数是最高的 达到2069 占总的点击百分比达到8.87% 但是很遗憾的是它第一屏并不能够点 并不能够点 然后第二屏有420个点击数 而第二屏开始只有一款宝贝是可以进行点击 可以点击购买的 接下来点击数就越来越少了 但是但是它却在剩下的这些页面 就是说已经到第4屏第5屏了 才开始真正的展示宝贝 但这个时候点击数已经变得非常低了 假设把相应的宝贝移植到第一屏的话 可能它的效果就会好很多 因为第一屏的点击数大家要看吧 这是一个数据的统计 当然最后的宝贝是有了一个回升 但是已经大势已去了 当然相对于中号的店铺来说 他我刚才已经说过 他本身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就只是想尽力求尽爱情 然后对女人号是这个页面 进行一个页面的一个关联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是首页 就对于这个制定页来说 是首页的binar进去的一个浏览量 最多的有7000多 然后接下来活动产品 淘宝活动 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是他流量引入的入口是非常多的 对于女人号是这个专题来说 他本身中上的店铺就是这样 他的入口是非常多的 就是有非常多的 有一些淘宝活动 去阿上 然后活动产品 拿资料品 保费之间的关联进来 一些浏览 好 然后下个页面 我们也可以对他进行一个分析 就是说 进入这个制定页面之后 这些买家又进入了 哪些又进入了其他的一个页面 进入了一些其他的页面 是哪些页面 是错的 时间太长了 我们对制定页面 进行一个问题的一个整合 我们主要就看这一部分 第一个 我入口的Binance 诉求表现 与活动主体气候度不高 这一部分很关键 也就是说 我以前在课程里也表述过这个境界 也就是说 你吸引进来什么样的买家 有一定给他展示的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不要 不要 不要你的宝贝展示业 和你的Binance的契合度 离谱 这样进来的人 他的出电率和跳失率是非常高的 然后第二个 数据重点不出座 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 接色一样 可能很少人能够看懂他其中的运营 至少我觉得我看不懂 下来页面缺少导航进某点 其实我们任何页面都是要需要有一个导航进某点 就是说在买家 不能够在这个页面里得到他想要的东西的时候 他可以及时的回升 然后找到别的地方 找到别的一个宝贝 然后途面打开输入过满 这个都不用说了 我想做任何店铺的可能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好 优化的一个方案 这个刚才对几个页面的一个梳理 这是对整个页面的一个梳理 也就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他的首页 自立页 分立页和搜索页 都进行了一些问题的整合 现在我们就要提一些优化的一个方案 首先要以顾客为中心 根据不同的需求 维度设置锚点 降低顾客的一个选择成本 比如说首页里面包含的宝贝业 分立的收索页 这一部分 我们要进入一个这样的优化 然后 然后我们 我们从这个次调查里面发现 顾客关注点只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产品 加的就是优惠 所以说我们在展示产品的时候 一定要把 热 新品 以及店铺比较特门的一些 宝贝 给它展示出来 展示在顾客最小 最能看到的一个位置 然后店铺活动 比如说暗号 传购 换购在活动 我们也一定要给它 一个 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店铺主体发展出发 当然这些得出的结论 已经被指示到 通到店铺上了 大家 出视频也可以看一下 结合店铺 运营的需求 进行相关模块 是 然后增加推广产品 以及品牌在首页的曝光率 微博 就掌握说 推广 以及 推销品的一个推广 好 世界体验 世界体验这一块 我提了两点一点 第一个就是 丰富产品的展示形式 也就是说虽然我的产品 数量可能不是特别多 但是 我可以给它展示的更加丰富 更加有卖点 更加有细腻 更加可以让别人共性 然后优化产品布局 合理利用首页的资源 也就是说首页 其实是全面的一个数据 我们在首页 可能有一小块 一小块 我们的一个入口 但是我可以给它 因为这一部分的流量 把其他的页面做得更好 你一定要有这个重点 好 这是他首页提的一个框架 首页提的一个框架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就不细说了 但这里面有两点 我提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见没 这旁边有两个小标注 就是说 旁边叫第一瓶 他说第一瓶露出明星产品的五分之四 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个第一瓶 第一瓶 他已经把明星 明星产品 已经露出来了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是说在有限的地方 展示更多的有吸引力的一个东西 有吸引力的东西 他在看到上面 已经看到不耐烦的时候 他突然看见下面好像有一个明星产品 他可能再会滚动他的鼠标 然后接下来 然后下面也一样 亚评露出印记产品的是不是明星即可 像这样的小建议 以及小技巧 你们都可以学习一下 这是他优化的一个首页的模板 我相信这个模板非常好 他中间上过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可能又进行了一些调译 我不知道 是什么情况 大家可以介绍一下 一些活动的信息 包括当天热销的一些产品的信息 包括对分类看 这旁边下面的一个分类 按品牌按复制 按类型 分类的一个优化 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好 这首页他做出了一个模板 然后对于搜索业和分类业 整合店铺的一个分类 整合店铺的一个分类 就搜索频率比较高的词语 建立一个分类 添加添加导航 我们对我们店铺的搜索业 尽一个监测 就是哪些被搜索的吃素最多的 我们都给它变成一个分类业 然后添加导航栏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买家的选择成本 就会降低的很多 然后逻辑清晰要精准定向 也就是说我们本身的逻辑要非常清楚 他想收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一定最先把我们的 他需要的这种宝贝给他 给他传达给他 降低他的选择生意 然后针对购物指向较强的 顾客进行生意领导 比如说刚才我说的那个CG 比如说他他选了指甲油 然后他选了美国品牌 他接下来再选择 举个例子他要找CG 举个例子他要找日本品牌下面的什么 自身堂这样子的 他就可以 他就可以按照这种方式来引导他 让他更容易达到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一页面 我自己也讲得有点累了 已经一个小时大 这是搜索业和分类业的一个展示情况 入口班要契合目标人群 然后诉求点点要拂出来 然后指向性较强的活动在受众 国家区区域重点变成 然后页面布局简单大方 产品就清晰 这是他整理出来的一个分类页的 分类页的一个 AI自定页的一个模板 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已经相当漂亮 这样子很不错 其实有很多人我看说 我知道这样子非常好 但我自己做不出来 很正常 可能刚开始做不了这么好 但是他的结构可以学习一下 结构可以学习 好 这是整个策划部策划出来的这个东西 他所要达到的目的 这里最后再强调一下 就是结合顾客的诉求 细分需求的维度 也就是说把所有的顾客的 诉求都收集起来 然后通过数据方法 或者通过跟顾客交流的这些方法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那么需求维度 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发本 然后把所有的需求 把所有的需求所能够 实现需求的方法 都给它展现在展示出来 并且展示在合适的位置 这就是整个客户导向一个核心的一个 地方 核心的一个目的 然后接下来 按计划目的将 将其引致宝贝相机业 这是重点的重点 当然所有的 我刚才也做过了 所有的所有的 你所做的任何一切都是为了让 买家 能够到达他所想要的宝贝业 然后关键一切从客户出发 好 今天的课程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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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